中共除了对台湾实施军演 近期也不断地用网络资讯战来攻击台湾 駭客组织APT-27宣称 攻击宜兰某国小的能源管理系统 也说过去曾经攻击警政署、总统府 还有台电等单位 而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就建议 由国家藏级来实施网络战攻防演练 提升政府对资讯战的应对处置 宜兰某国小的能源管理系统传出遭骇客入侵 不止系统异常 学校网站也出现问题 对此台电表示 学校系统无法与台电系统联通 不会发生连锁反应 宜兰县政府协助12所国小架设防火墙 至于幕后黑手是谁 黑客组织APT27宣称是他们所为 还透露过去攻击警政署 公路总局、总统府、台电等 只是暖身行动 恐吓台湾政府不要再挑起局势 不排除再回来攻击台湾 台湾保受网络战威胁 国防院建议有国家层级 实施网络战攻防演练 学者认为行政院现阶段必须一肩扛起重任 数位发展部将在月底成立 学者表示未来可统整各部会 建构资安防护网 也能携手民间单位 安排白帽骇客加入网络战攻防 政府获取更多的交手经验 记者黄志杰、陈信龙、林军伦台北 宜兰报导